专案小组正在清查查获的账款 刑事局正义大队在向上溯源一起诈气案时发现 以黑帮流姓干部为首的犯罪集团开设空投公司进行诈骗 不断诱骗民众购买未上市股票 还大量开力不时发票帮助他人逃入税及洗钱 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 该集团利用人头担任空壳公司负责人 再大量开力不时发票帮助他人逃漏税 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 易于105年期发行未上市公司股票 并称前景看好保证上市后股票飙涨 欺骗民众投资导致被害人损失数千万元 并于106年间以刷卡换现金方式搜寻所具备 再以公司名义开力不时发票抵消税额 依让刷卡民众变相入罪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这个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 这个流显操纵组织的成员 开了多家的一个空壳公司 其中的一个面向就是开力不时的发票 来让国税局遭受损失 另外在一个面向开力了金鸟科技公司 来利用发行未上市的股票 炸一些社会大众 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开力了另外一家公司 来做一个缴消费的动作 刷卡换现金 这样这个不法的获得都高达数千万 专业小组经过多日追查 见实际成熟 一举逮捕刘姓祖贤在内共22人 并查扣现金496万及证物等 其中包括刘姓祖贤在内有13人遭到起诉 由于近年来诈骗手法一再翻新 刑事局提醒民众 除了对诈骗集团的话术保持高度警觉外 对于要求交出各支证件更要多加小心 以免误入诈欺洗钱等非法交易产业链之中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